安吉拉贝比与黄晓明举行完世纪婚礼后 负面新闻反而没有停过 几日前她主动到医院做面部鉴定 成功恢复清白之身 最新又有报道指 她的香港经理人公司 风尚国际前股东 胡兆康遭入禀法院讨债两千多万 更有传她动用过公司资金 令贝比也受到牵连 难道真的人红是非多 贝比的经纪人Kim回复港媒查询时 表示贝比不知道有这个报道 不过胡兆康一早辞任公司董事一职 每个人都会有困难 胡兆康没有调动过公司资金 也没人上公司追债 胡兆康的私人事从来没影响公司 而Kim本人也不清楚贝比会遭到什么牵连 优酷全娱乐香港报道 安吉拉贝比与黄晓明举行完世纪婚礼后 负面新闻反而没有停过 几日前她主动到医院做面部鉴定 成功恢复清白之身 最新又有报道指她的香港经理人公司 风尚国际前股东 胡兆康遭入禀法院讨债两千多万 更有传她动用过公司资金 令贝比也受到牵连 难道真的人红是非多 贝比的经纪人Kim回复港媒查询时 表示贝比不知道有这个报道 不过胡兆康一早辞任公司董事一职 每个人都会有困难 胡兆康没有调动过公司资金 也没人上公司追债 胡兆康的私人事从来没影响公司 而Kim本人也不清楚 贝比会遭到什么牵连 优酷全娱乐香港报道